第三章 施洗約翰傳道 那時 有施洗的約翰出來 在猶太的曠野傳道 說 天國近了 你們應當悔改 這人就是先知以塞亞所說的 他說 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 預備主的道 收藉他的路 這約翰身穿諾陀母的衣服 腰束皮帶 吃的是蝗蟲野蜜 那時 耶路撒冷和猶太傳地 並約彈河一帶地方的人 都出去到約翰那裡 承認他們的罪 再約彈河裡受他的洗 約翰看見許多法利塞人和殺刀過人 也來受洗 就對他們說 毒蛇的種類 誰指示你們逃避將來的憤怒呢? 你們要結出果子來 與悔改的心相稱 不要自己心裡說 有阿伯拉罕為我們的祖宗 我告訴你們 上帝能從這些石頭中給阿伯拉罕興起子孫來 現在 虎子已經放在樹根上 凡不結好果子的樹 就坎下來 雕在火裡 必有聖靈與火的洗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 叫你們悔改 但那在我以後來的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給他提鞋 也不配 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 他手裡拿著波機 要養靜他的牆 把墨子收在倉裡 把腔用不滅的火燒盡了 耶穌受洗 當下 耶穌從加里里來到約彈河 見了約翰 要受他的洗 約翰想要攔住他 說 我當受你的洗 你反倒向我這裏來嗎 耶穌回答說 你暫且許我 因為我們你當這樣盡諸般的義 於是約翰許了他 耶穌受了洗 隨即從水裡上來 天忽然為他開了 他就看見上帝的靈 彷彿革子降下 落在他身上 從天上有聲音說 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 天阿 天阿 再見 感谢观看